好 转一圈 物针的话就伸出3-5毫米就可以 焊的时候一个焊点压一个焊点的尾部往下抖 不用焊的太密 小缝隙都不用加焊丝 直接焊 这就是焊完后的效果 这个是大街焊后的效果 改下焊到 这个就是冷焊机的附加功能 焊焊 焊焊的是0.4的不锈钢焊丝 这是0.8的自通 这是0.8的不锈钢 现在融一段焊 焊焊看一下 这是不锈钢 冷焊机焊机的过程中 如果说缝隙大 第一个焊点不好点的话 第一个焊点可以粘下针 这样形成一个焊点之后 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抖 一个点压一个点 不用焊的很密 这就是焊完后的效果 这个就是有缺陷 修补后的效果 这个就是有缺陷 修补后的效果 这样的小缝隙都不用加焊丝 直接焊就可以 焊丝的时候 乌针放在焊丝正前方一毫米 形成焊点之后 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抖 一个点压一个点 不用焊的太密 加的是0.8的 不锈钢焊丝 看一下 这是加焊丝后的效果 焊接的时候 乌针伸出瓷子3到5毫米 焊的时候 第一个焊点不好点的话 第一个焊点可以粘一下针 这样形成一个焊点之后 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抖 一个点压一个点 不用焊的太密 这个就是焊完后的效果 这个就是冷焊机的连续焊机 这个就是冷焊机的连续焊机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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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3 0.3的方法 我先让害怕给您看一下 我们这个处置现在就是这个处置 您看一下 这是0.8的 不锈钢焊丝 这是0.8的 不锈钢焊丝 这是两根焊丝 融完后的效果 这个是模具的边角 缺险效果后的效果